欢迎收看《非你莫属》 欢迎我们的八位企业家 欢迎各位 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两位 人力资源专家 欢迎二位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第二现场 是哪三位嘉宾 好了 朋友们 话不多说 让我们请出 本期节目的第一位 求职者闪亮登场 毕刚 33岁 高中学历 主持人好 各位企业家好 我叫毕刚 来自重庆 现在是一名广场舞老师 主要从事广场舞的 教学和编排 也是自己的一个爱好 让我坚持到现在 已经有19年的时间了 所以今天我到 《非你莫属》这个舞台上 就是想找一个 和自己的爱好广场舞 相关的一个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你 毕刚 谢谢 你今年33岁 你做了19年的广场舞 对 教练 对 你14岁就开始跳广场舞 对 14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初中 就已经开始跳广场舞了 第一次跳广场舞 就进去跳 是什么原因 初二的一个暑假 跟我的一个朋友 也算是一个亲戚吧 我们两个 有天晚上到广场上去玩 那个时候镇上已经有广场舞了 基本上是爷爷奶奶 都是60岁以上的 我当时觉得 哎 跳舞还可以 这种形式出现吗 因为我们那边 接触不到舞蹈 你是第一次见 哎 第一次 就很喜欢 很吸引我的感觉 当时还记得 爷爷奶奶们 跳的广场舞动作是什么的呢 哎 然后呢 天秘 Kane 就是这种很简单的 就左右抖的那种 上面跳了之后 我就觉得 哇 这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从那天开始 我就天天晚上去跳 你老说喜欢 我喜欢哦 喜欢 是喜欢动起来 还是喜欢 和大家一起在跳 还是喜欢 这个运动给你带来的一种感受 是什么 我觉得您做 说的这三点 我都比较的 都站了 都站了 精神层面 哎 肉体层面 灵魂层面 还有一点就是 就其他的人就觉得 跟那些爷爷奶奶在一起 当时就觉得格格不入的 有待歌 我就觉得我跟他们在一起 当时我觉得挺好的 就感觉 然后就就有一种亲切感在里面 按理说我这个年龄 也到了跳广场舞的年龄 超了 但是我好像不喜欢 因为他就特别喜欢 这就是 这是楼白菜各有所爱